《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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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接触到瓷器的话 就是帮助我家师姐来做大义脉 后的话 他就带我去环保店 去做职员回收 因为我当时是经理 工作压力很大 我们的工作方面 不是十分的用耐力 但是在职员回收的时候 我们只是要处理瘤 所以我觉得那个盗厂 是一个很好的解压的盗厂 所以每个月我都会去环保店 只想想想 如果你的费物 或你的材料 是不正确的 到这个环保店的话 我都会让我们的大德 和师兄姐了解一下 那个塑料的 1号到7号 等下这样分类 它的意思是什么 1号是什么 7号是什么 这样子之后 我跟他们大德的互动 就比较多了 然后他们想做一些延伸 然后他们把所有的 都剪掉 他们就把所有的 我们职员回收的话 是在我们整个供应链里面 是最后的一个环节 如果真正的要把我们 这个职员剪刀 减少到最低的话 是要从教育着手 这也是从 我都会到 环保教育馆 当达伦团来的时候 他们来参访的时候 我们就会跟他们 讲解那些布图 所以在这种状态的 这种状态 是很好的 其实我们喜欢 去处理它 如果我们能够 教育大众的话 能够减少这些 用一次丢的资源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 把这个大环境 改得更好 你也可以有 黑红水盛益 所以当你再次 走 你会有黑红水盛益